各位听众早晨,欢迎又到我们《望向早晨》的第二节 首先,这里有我们的社长Raymond Wong 大家好 又台湾的许刘先生 大家好 澳洲的真BC 你好,大家好 还有我家餐生的,大家好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不妨分享和like 还没按订阅的,按一下订阅和旁边的钟仔 有新片会通知大家 以壮大我们中立和平理性和积极的声音 真是衰败不虑 衰坊就不乱 选择认在 是啊,还有40% 当日他们其实40% 虽然对方有六成,但其实中间有三四成 你怎么拉回来,是很重要的 刚才我们上一节说过,尼尾社长有提过 怎样 衰败不虑,怎样重整 振劲啊 不要自乱振脚,说会在这节上提的 社长,你提一提 有什么可以 其实是这样的 因为现在你看到的 其实我们 比较建设香港的力量 真正的选票大约有45% 比03年的情况是好的 大家要记住 03年的时候 民建联市的得票率是只有39% 现在这个困局 我认为是暂时性 还有 绝对有机会 将一个社会带回一个理性 因为其实 这次他们泛民到最后 其实 严格来说 是和那帮暴徒切割了 严格来说 他们虽然没有说切割 但他们实际做的事情就是切割了 又有那帮暴徒留在理大 自生自滅 严格也切割了 之前已经很久切割了 那帮人其实就是为了选举 其实他们有一个策略 就是他们要主导 最激那帮人的言论 最激那帮人 现在就做了醬油碟 当然 他们所谓的精蕊 也都潜伏在社会里面 是一个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但是没办法的 每个社会都有很极端的人 无论是黄色也好 都是有很极端的人 那其实正常的社会 就是应该将那些极端的人 减到最少不论黄颜 那现在我们向这个目标努力 就是尽量做回正常一些的事情 正常人做正常的事 那如果你在那个区 你住的选区里面 你有问题的话 我建议大家不要直接 向这个当区的泛民区议员投诉 你要经过一个 比如建制派的社区主任 一定有的 就是民建联的社区主任 集低了那些投诉 然后再一次 再去跟那个区议员交易 你这样做的话 卷土重来的机会 就会有的 如果你纯粹把一些投诉 全部给泛民议员 不是不行 都可以的 但是呢 效果就会差很多 嗯 明白 我相信建制派的 我看法 建制派的议员 现在没有议员做了 就算了 他们变成社区主任 就算了 叫做在野 他们都不会放弃社区的 我的看法就是 当然不是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想法 或者有些人觉得很厌 就不做了 但是我认为是不会的 因为 社长说这个 这个情况 我也见过 他们不是会放弃 他们是会继续 就算他们那时候是没有议席 建制也会继续泵水下去 搞这些社区幹事 社区主任 这样帮街坊的 这些其实都是他们的 选举工程之一 他们跟这个叫做泛民 那些叫做深黄暴动有 他们的做法不同 他们是诚勢 就是这次拿到这个社会上的 这个 这么大的议题 来拿到一些人血馒头 来做选票 换到做选票 但是之前的建制 他们不是这么做 他们真的有 给钱去搞这些 地区办事处 之如此类的 是这样培训他们的装脚 和这些叫做真是培训 就是去拿到一些街坊的选票 所以大家有些说 哇会不会很灰心啊 又不要这样看着 大家千万不要冷静 冷静 其实建制的组织力 能力是远远好过泛民 大家要明白泛民这一段 事情所做的 不过是有些像游击战 突然间 对 赢了一局 如果用另一个方法去看的话 幸好他们赢了一局 这局是赢得大的 你当倒沙蟹被他赢了 偷到鸡 那你要慢慢慢慢再和他逐步 逐步 逐步 倒回头 这些选票回来 可一不可再 就算是 都不想再见到 身为香港人 是 所以 基本上 他们 再这样做下去 是 我觉得是很难的了 再这么疯狂地做下去 而且 现在他们的文宣 我是以老蕭为主的 现在我们要救一群年轻人 他们现在是要走向这一边 但是 我 建设力量方面 要着重你们这群人 搞这么大的事情 必须道歉 如何收敷 对于他们来说 他们的力量已经是尽了 我是自己的 其实 我认为建制 今次 有责任 但是已经衰败有荣 因为 能够做的 他们已经做了 能够做 已经做了 但是当然 现在 如何去搞好事情 第一件事 起码都是要做 选民登记 其实很重要 还有 整理地区人士的数据库 这件事很重要 我经常跟其他人说 因为 香港很奇怪 香港那些政党 没有人肯 那些小钱去做这些东西 就算建制也好 建制的系统也是很弱的 最后我的了解 就是 你不可以像 譬如在澳洲 因为澳洲我帮工党也做过这些东西 那怎么样 他们是有选民的数据 那些资料 哪些人是摇摆选民 他们就会打击摇摆选民的人 是摇摆选民的人 因为其实在香港和外国也是一样 是摇摆的人才决定选举的结果 因为最深蓝 最深蓝的人 根本他不会投泛民的 无端端怎么会投泛民 除非泛民找一个人去扮 很刺激的深蓝 同一个道理 深蓝的人一定不会投建制派 怎么会投建制派 所以其实决定这些选举的结果 从来都是中间的选民 所以我们经常说 我们要挂自己的中立 为什么经常说中立模式 就是因为 其实实际上决定整个社会的走向的人 都是中立模式的人 这次我们失败了 就是因为我们 亿量不足 我们不能较多数的 淺黄的人 淺黄的人其实是摇摆得很厉害的 其实我知道有些人 其实听了我们那一套之后 是变成了不支持那些暴徒 但是最后那两个星期 他看到那些学生 进了中大和理大 接着看那些电视画面 警察就觉得警察开始用一个 他们觉得 我不是说我自己 我自己觉得警察没有问题 但是他们就觉得 警察用一个不正常的武力 去镇压 去攻打 他们直接用攻打这两个字 攻打中大 不断停六四 是的 其实挑动了一些人的人心 就是觉得 喂 你们这样不行 你们这样不符合 这样 其实现在 我觉得 最重要 建制要做的就是 其实曾玉成做的事 是完全没错的 你尽量给到一个人性的一面 去给市民看到 你们这班人是有人性的 这一件事很重要的 因为有些心蓝的人 他们始终说 你一定要严情所有人 就算连那些医虫分子 没有证没有据的 都要严情 那不行的 你只可以根据法律来做的 这些事情 他犯了法律有证据 经过法院的程序 判定他有罪 他就有罪 是不是 你要尊重现在的游戏规则 有些人也出来说 现在一定要立三条 我跟大家说 如果你现在用23条的平台去选 立法会大败 立法会即时大败 我告诉大家 是即时大败 一定 不用说 杀死的 是啊 如果你不信的话 可以试 我们说的话 你可以不听 没所谓 你可以恨我们 我知道有些人很恨我们 我们说那些东西 什么 九真一假 但是 我们说的是事实 以及社长 我也一定要强调一些东西 其实 现在一套宣传工具 可能我这样说 会得罪很多大陆网友 其实大陆网友看得是比较接受 但是 我只可以这样说 如果在香港一个这样的 媒体环境之下 很多东西香港人是接受不了 甚至我们群里面有人都是支持政府 支持警察 但是他也接受不了那套宣传 因为太讨气 真的对不起 有些人说 你攻击我不代表本台立场 但是 你们可以看到 他有些事情是做得太过什么 就是叫做 不够接香港的地气 是不是这么说 应该这么说 我觉得 你当是卖一件商品 但是这件商品基本上是 买错地方 就是等于你在泰国 买冷衣 买丢皮大衣 你是死的 就是那种这样的情况 我明白 你是这么说 其实他们现在的做法 就是很讨好一种内地的价值观 我们没有刻意讨好内地的价值观 我们尽量实施求是 但是有些人是 专注小粉红的市场 但是小粉红的市场 其实我们从来都是说的 小粉红的市场从来都是坏事 小粉红来听我们 其实我们不想让你听 就是说真的 你听了 你接受到 转成不是小粉红 那我们就帮你脱粉解毒 就是解毒 我们多谢你 但是你不要在我们那里 宣传你那套小粉红理论 因为你那套小粉红理论 你直接不要跟我说 走出国门 你走到一线城市都不行 你那套小粉红理论 就是这么简单 真的 还有为什么我们都说了很多次 连阿爷都很忌惠这些小粉红呢 因为就是令到线夹到最极端 你可做的事情就少了 是 有很多网友都问我一句 香港可不可以一国两制 可以 但是是否对国家更加好 不是 不是 因为你多了香港的 不是一个一制 一个一制 一个一制 但是其实一盘大棋不是这么捉 你明白我的意思 社长 你多了一种工具 那你就多了一种灵活动去做事 其实从来都有灰色地带的 这个社会 我也是这么说 如果你纯粹只有黑同白 或者非黑即白 非黄即藍那些人 其实是坏事的 因为有很多人 根本就不想表态 其实也不想 不想是非黑即白 他们是要靠灰色地带来找食 其实很多这些人 所以我们经常都说 你刨到正都没木 你所有东西都要用理论去钳制现实 那是死得的 因为理论上这个世界 可能是非黑即白 或者非黄即藍 但是你实际上的操作不是这样的 你实际上的操作是要有flexibility 有弹性 应该说 大家可能都是想社会好 或者想为社会做些事 我都没说完 或者我都没 我想表态 你就用颜色去区分我 那我就不说了 会变成一些想香港好的人 或者可能真的想为香港做事 而变成会被这些小粉红也好 很激进的心蓝也好 这样推到他们不想再去理 或者不想再去做 都是某程度上 令到社会倒退的原因 所以我看到那些很激烈的言论 我都很怕的 有时有些听着问 有没有看我 没有看 看不到一个生气 或者自己影响了自己的情绪 就算我未必生气 影响了自己的情绪也不好 如果有一些人是这样 在这个选举之前 有个VY鬼叫 只不过是做不到些什么 可能反而都是一个反效果 大家不要灰心 都是说到那一句 有人说很失望 很害怕 不用怕 我觉得是 还有个立法会 尽量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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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件事是吸引力法则 这个法则我觉得是真的 但有些人当然会不同意 又说这些是NLP那些 但不是的 是骗人 他说NLP是骗人 尽量的法则 其实你想想是有道理的 如果你一个传道人 你和别人是温和的 温和空间 温和 怎么说 公谦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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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和别人沟通 你实际上容易得到别人的认同 多过是猛骗的人 所以我们很少猛骗的人 很少 不是没有 但是也有 尽量减少 为什么我们稀笑怒马呢 是因为 老实说 对现在这个世代 你和他说教 你只是有反效果 老实说 我现在是叫外联部长 我都经常被人说教 有时我都想扔坏手机 不是开玩笑 你经常和我说这些 我不知道吗 我知道 我多谢你 但是你说一次 可以两次 可以说三千多次 一样的事情 人家是更加反感的 是将向 推去对面的 你说教是没有用的 你用一些有趣的 用一些生动的 或者有些好像我那样 有些口箭的 用这些方法 你才可以感染到人 你整天这样 说教是没有用的 是吗?贾成 是 就是 要明白到 这个世代是变了 不能够用这一套方法 这个是互联网的世代 那些人是第一 要即食 第二 要明白 第三 要有趣 你当你自己那套 说的那套 是一件商品 卖出来 可以吗? 你当你自己去看 去看 广告 可以吗? 现在香港是一个商业社会 那些人是受商业的那套 而不是一个传统的 好像传统中世纪的教皇 在说话的那些社会 即的时代是变了 现在这一次大败的其中一个原因 就是卖那套东西的手法 太老气了 太老气了 整天就用TVB那套东西是不行的 正确点这么说 是要找一些新方法 新思维 这一次是旧方法输了给新方法 所以是必须要找一套 要找一些专门专人去做这套东西才行的 就是网络世代做的东西 断了 没有啊 刚才断了 没有断了吗? 我听到断了 对不起 是你断了 没有 继续吧 不好意思 其实这次输的其中一个原因是世代变了 对方是用到很厉害的手法 出动了 整天就出动了谣言 打动人心啊 你看看建制的海报 政府的海报 和这些人在网上的海报 一看你已经知道 是不行了 就是某种程度上 初期是输通顶 因为旧那些人的思维 设计等等是完完全全 是捉不到新一代的 那些人是可以卖东西 打动人心比你更好 或者他们相信自己有人叫做铁票 嗯 说衰点是太懒 太过习惯自己的铁票而失败 就是是时候需要革新 有少少改变 而且不要 但其实我有点不同意 其实民建联今次得的票 比上次会多了 上一届选举多了 是多了很多 多了很多 但也不够 这就是最大的问题 多了也不够 所以就要再做努力一点 没办法 你说他太吃了 我又觉得不完全是 我觉得 有些有些 有些 不是全部 但其实书都是有道理的 没办法 没办法 我刚才说了 用这么多人的前途 血汗 眼泪 是吧 整个香港这样打破了 用这样来换选票 他们这样来换选票 可一不可再 大家需要警惕 怎样可以 不能让他们再在立法会的时候 再重蹈覆车再做多次 这样对于香港很多人都很危险 是 我最后说一句话就是 一句话就是 我们行善 不可喪治 若不灰心 到时候就要收成 好了 今次节目差不多了 拜拜